是一个乖巧的兔宝宝 因为爸爸妈妈都会经常说 我是一个比较听话懂事的女孩 胡旭月呢 是一个活泼乖巧的女孩 胡旭月这个孩子吧 从小都爱说话 如果一天不让我说话的话 我肯定会被憋死 很有爱心 爸你不能这样 叽叽喳喳的 这是我爸爸 他在药品公司做销售工作 每天从一早醒来到晚上睡觉 嘴巴就是不停不停不停的 我觉得这是一种 开朗随和的表现 我现在希望她 成为一个文静的小女孩 不要说太多的话 有请胡旭月小朋友 来自武汉 是一个辣妹 用武汉话给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 我叫胡旭月 来自虎伯武汉 是一个真宗的虎伯女子 是这个味道 总好 叔叔 你有没有发现我有一个特点 我发现了 因为你一上来我就发现了 那个镜头可以来个特写 来特写 推到眉毛 大家可以先看看这边的眉毛 这顺着长的 是一个柳叶眉 柳叶眉往下 这边是陶兴眼 这边呢 这边是一个标准的张飞眉 张飞眉 中备 大家看一看 有没有一种杀气腾腾的感觉呢 一般的人呢 特别女孩子长这样的眉毛 会觉得挺怪的 但她非常欣赏这个眉毛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眉毛是和外公是一样一样的 外公呢 你小的时候他对你很好 对 你多大的时候他去世的 七岁半的时候 这样呢 他就怀念外公 所以他觉得这个眉毛 全家人里面就他的眉毛 长得像外公 所以他永远就不开了 而且以此为荣 谢谢 很懂事的一个女孩子 今天呢